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侮辱美国领空 完全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说明情况 然而美方滥用武力 过度反应 升级事态 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 现在又炒作渲染 变本加厉以此为借口 非法制裁中方企业和机构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机构的 合法权益 至于你提到的 其他的几只所谓不明飞行物的情况 我并不了解 但是呢 我们要在这里 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美方频频发射先进导弹 来击落不明的飞行物 这是用力过猛的过度反应 美方气球 非法进入别国领空 也司空见惯 仅去年以来 美方高空气球 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十余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美方首先要做的 应当是反攻自行 改弦更张 而不是污蔑抹黑 煽动对抗 中美双方保持着必要沟通 关键是要通过冷静 专业 克制的方式 妥善处理这次因不可抗力 导致的意外情况 不可抗力